第七百八十三集 汉家公子竟然没表示意义 欣然接受 你可要抓点紧 一会儿我去洗PK 万一运气很差 正好飞上了个有埋伏的 那可要大大糟糕了 顾飞说 难道你刚才去越野城 竟然没有留一个坐标 汉家公子问 居然被你猜中了 白痴 顾飞很无奈 他是真忘了 现在先去邮箱 把卷轴取了 汉家公子通知他 你这交易是怎么进行的 无论是当面交易 还是邮箱交易 你总都有明显暴露的时候 对方怎么会没朝你动手呢 其实我本来就是想通过 这种方法进行试探的 但就像说的 我的等级并不值钱 对方是想放长线钓大鱼 一边先把我们的钱赚了 一边借机 再把你这个当务之急 给解决了 他们的心机可也没那么浅薄啊 汉家公子说 嗯 正适合你的对手 我呢 现在就去找他们麻烦了 力求真实 我等你PK上了二十 开始试探 嗯 那很快 顾飞此时已经接了西洋五消息 地牢那边玩家越聚越多 而西洋五为了躲避 使距离目标越来越远 正在一个阵地抱怨顾飞怎么这么慢 顾飞问清了西洋五的位置 飞速赶来 此处距离地牢大门都很远了 藏身之处倒是很稳妥 西洋五面对数以万计的对手 干瞪眼也不敢上去动手啊 只能一个劲地埋怨 顾飞怎么还不来呀 来了 吵死了 你跑哪儿去了这么慢 越野城洗PK去了 洗PK还要专门去越野城 这是什么豪华任务 咱们这边通缉任务处被堵了 因为你 大概是的 哎 你看看 因为你这点破事 给咱们云端城玩家造成多大麻烦 好多人想去通缉任务的 这下可怎么好啊 去越野城呗 顾飞的回答轻松极了 弄得西洋五也是极其无语 这黑色食指在哪儿呢 顾飞这会儿空有坐标 也完全无法接近 作为任务人 黑色食指在顾飞眼中 本该是会呈现出任务编号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 也看不到 还不都是你 早来人就没这么多了 别急 想想办法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你看 他们全都是蒙面的 不带恒惠徽章的打扮 如果我们也办成这样 随便找个角度混过去 你说会不会被发现呢 你就这样 一直混到目标身边 我觉得对方不至于这么大意 也许他们还有什么辨识的手段呢 但在很乱的时候 他们可就没那么仔细了 乱 怎么乱 比如我突然跳出来攻击 你的意思是 你攻击引发混乱 我趁机刺杀黑色食指 怎么样 你个白痴 你没让我领任务 我哪知道哪个人是他呀 你要在外围引起混乱 怎么给我指人 有NPC给你指啊 NPC 顾飞早看好了旁边不远的两个卫兵 走上前去 以出示通缉执照 两卫兵立刻立正敬礼 NPC一丝不苟的声音也跟着响起来 长官有何吩咐 长官 还可以了 顾飞抓紧时间 立刻进行通缉任务指示 这两个卫兵和顾飞 在承战任务中得到的助力 可能实力上不对等 但智商却是一个层次的 领会顾飞意思 向顾飞长官又敬了个礼后 两卫兵迈步走出 两个NPC卫兵 两个真真正正的NPC卫兵 完全没有人会怀疑产生任何疑心 NPC卫兵迈步朝着地牢方向走去 玩家们丝毫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这这这 蒙面 换装 一会儿我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你趁乱混进去 就跟着他们两个走 他们两个的目标就是黑色食指 顾飞说 你给他们下的什么命令 很简单 慢慢前进 攻击目标 顾飞说 他们为什么会听你的 喜要五现在是十万个为什么 任务奖励 记住最后一击一定得是你 顾飞叮嘱 如果不是呢 或许 他们就替我完成了通缉任务了 顾飞猜测 我也不太清楚 第一次这样做 他们的攻击力是多少 不知道 那我怎么掌握最后一击 直觉 你这是问我呢 抓紧时间 都走远了 你看 好好干 我看好你哦 顾飞拍了拍 喜要五的肩 不给他再问问题的机会 反身一拧 窜出了街道 大家好 顾飞朝玩家们挥手 虽然现在身上没有PK值 可以狠狠放肆一把 但鉴于来来去去搞通缉 终究是件麻烦事 顾飞还是觉得 如果可以是被动攻击的话 会比较高兴 千里一醉 被问候的玩家们 飞快地认出了顾飞 千里一醉的呼喊 在地牢门外四处回荡 搞不清楚 他们到底是仇视还是欢迎 这次这里玩家非常非常多 底气自然非常足 一看顾飞嚣张亮相 倒是立刻有人主动迎上来 面对万人 面对面 对战顾飞 也会瞬间被碾平 这个地方 要活用的是地形 在闪身避开飞来一箭 顾飞准准地一道雷电束 闪到了这位弓箭手身上 秒杀 这弓箭手显然不是什么高强的家伙 一个雷电束就劈死了 顾飞在检查自己 一点PK值都没有 这是一次成功的被动反击 人群潮水般的朝顾飞所在涌动 顾飞要的也就是这效果 立刻向后退步 但模样却不是逃跑状 而是一副要利用街道地形决以死战的样子 顾飞不敢小觑对手智慧 这突然跳出来嚷嚷两声 然后转身就跑 这做做的也太明显了 世人都会想到有阴谋 顾飞这一退 就回归原来的藏身之处 眼角一扫 西腰五还那儿杵着呢 大吉 又不好出声提醒 毕竟现在对手就在面前 正担心自己发消息水平较低 不能及时提示 西腰五的人影终于开始淡薄 姑娘是进入了前行状态 顾飞松了口气 迎面剑矢法术都是轰隆隆的 顾飞一侧身贴上了墙 攻击全都擦着身过去了 一伙子盗贼发挥着他们急行的优势 瞬间扑到了顾飞身前 一个个操着刀子都捅了上来 顾飞气定神闲 看准每一刀的来势 或闪或架各都拦住 几个盗贼孩子高兴地大叫 快来我们追上了 结果最先回答他们的是顾飞 安逸刘光剑卷着火蛇 就是最好的回答 要不是等着被动攻击的机会 几个人连圈都没机会围 早就被顾飞给灭了 几个弱弱的小贼 那经得起这大招啊 瞬间被敲灭 但这儿老等对方先出手再还击 有些浪费时间 就这么拖了几秒 对方已经大鼓涌到 顾飞一看 不能再立敌了 灯墙跳起凌空一指 瞬间一动 又上房了 梯子 上了房的顾飞 隐约听得下面乱哄哄的玩家堆中 好像有人在这么喊着 回头一看 好几人从口袋里非常恐怖的掏出简易扎成的木梯 顾飞老搞这招事 人也做出了针对性的策略 顾飞根本没功夫欣赏他们爬木梯的表现 对方远程攻击的职业 这时一直追着他呢 上了房也不能避免 连忙加速一路飞奔 回头一瞅 对方近战职业开始爬梯 远程职业则分从房顶两边街道 边追边攻击 脱身没什么难度 顾飞正想着 消息又响 打开一看是西洋五 顾飞一慌 只当这姑娘已经失手 一看消息内容却不是 西洋五是又在问问题 我得手以后怎么脱身 嗯 这个就要考验你的机智和勇气了 顾飞说完 自己汗都下来了 这事他真给疏忽了 这也不是什么开玩笑的合适时候 那随口的消息回完 连忙又补了一条 不行先回来嘛 咱再想其他办法 逆个废物 西洋五就这么回了一句 没声音了 顾飞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连忙又发消息问 结果遭到斥责 吵死了 别妨碍老娘办事 顾飞连忙闭嘴 默默跑路 跑了几步 突然又想 自己这怎么又开始专心逃跑了呢 这样不会让人生疑吗 自己要做战斗状啊 想着一看 既能冷却 瞬间一动也好 再看身后 盗贼在房顶上跑的 也不太潇洒了 倒是不如 下边街道上弓箭手快 至于其他短腿们 已经拉开了一段距离了 顾飞分析左右 觉得 左边街道上的弓箭手 领先着一个身位 可以让自己 早两步砍到 于是毫不犹豫地 飞身下了左街 弓箭手只要够急 装备不太差 速度肯定是快过顾飞的 这些弓箭手 此时都追得差不多了 正仰头狂射 心中盘算着 再追一会儿 自己就是翻身回射了 却没料到 顾飞突然就飞身跃下 弓箭手被近身战的家伙 钻了人群 一如既往地 慌起了手脚 这些弓箭手 追着顾飞 都不知放了多少箭了 顾飞估摸 自己已经被动许久了 这一落地 就没起身 转着身 施展双眼闪 一下子圈了两圈 当场灭了十多人 之后掌心雷 雷电术平砍 能用的攻击都用了 这些弓箭手 追得太团结了 客观给顾飞 提供了击杀他们的机会 范围法术 顾飞跟着 又朝人堆里丢了两个 街中根本没有什么闪避空间 躲了这个 挤过来那个 惊叫一片 火烧缭绕 顾飞抓紧时间 见光祸祸 整个一屠夫 房顶上的盗贼 此时磕磕绊绊 也总算追尽 一个个都飞身上来 与顾飞搏斗 这两种职业 顾飞本是不怕的 但对方人实在太多 如果单是弓箭手 还好说 弓箭手这职业攻击起来 有些不便 在人群中穿梭 他们根本就使不上力 但盗贼就不一样了 这人海一掩过来 顾飞估摸着 有点招架不住了 除非双眼闪无冷却 而自己法力无穷大 挥剑又砍劈了一会儿 看盗贼下来 已经越来越多 顾飞黑黑一笑 我会飞 你们会吗 说完 一脚直踩一边墙 瞬间移动 重新 又回房上了 追击的玩家们 哇哇烂叫 大声呼喝 有梯子的玩家 但问题是 梯子之前 爬石用了一下 最后收了的人 此时当然在队伍最末 远的不知道在哪 一堆盗贼 一边干瞪眼 一边急吼吼的 给其他玩家消息 让他们再绕另一条街道 顾飞却是不以为然的一笑 这些家伙怎么也不熟悉下地形啊 不是每道房屋 都是被两条长街夹着的 如果全是统一这格式 那城市结构该有多无趣啊 顾飞躲着弓箭 在这大片的屋顶上 跳着离开了 此时他身上倒是已经沾上了PK纸 之前大堆盗贼冲来 又有好些弓箭手 弃弓拔刀 要和顾飞拼命 顾飞实在是顾不上 什么被动攻击了 这PK纸开了一点 主动被动规则就无效了 之后杀一人一分 顾飞此时一看 已经17分了 印象里自己就随便杀了杀 竟然就已经这么多人命了 实在是对手太凶残 这时韩家公子正巧来了消息 问顾飞战况如何 杀了不少 那么我可以开始了 去吧 韩家公子其实最初的想法就是 自己去试探这些工作室真假 几家工作室卷轴 他是各留了一个 此时看时机已成熟 立刻开始传送考察 再说西洋五这边 这姑娘当然不是头脑简单类型 起初用前行是为了方便神不知鬼不觉的混入人群 虽然如何保持前行 就随在那两个NPC身后前进十分绝妙 但万一对方随便有个反前行的把他给察觉出来 那行迹可疑根本无从解释 所以最好的方法依然是如顾飞所说 就趁这边乱劲 大家互相太大意的时候 朝里边混就行了 给了西洋五便利的 还有对方一条指令 顾飞突然出现 虽然极力要装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模样 但有正常思维的人类都不会认为 顾飞是想一次性 把这么多玩家都给解决了 不说能力 单就30点PK限制 对手就都替顾飞想到了 所以顾飞突然出现挑衅 他们只会视作是消耗他们的实力 同时也想到了是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却猜错了顾飞引开他们注意力的目的 这些人守在地牢门外 重点想的就是狠狠收拾坐牢后出来的那些家伙 此时距离围剿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 如果只是一点PK值的玩家 那么距离出牢已经很近了 黑色食指自然是会想到 顾飞转移他们的注意力 是想给这些出牢的玩家 制造脱身的机会 大摇大摆的离开 当然不可能了 但出来 只要有那么几秒不受攻击 一个传送卷轴就可以施展了 因此在一边追杀顾飞的时候 带头同志们一边冷静地下令 反倒朝着牢门口集中了一些火力 部分玩家去追击顾飞 部分人却是朝地牢口又集中了一下 喜耀武在这样的契机下 朝着那方向移动 真没引起怀疑 大家只当他是同样接到了 朝地牢口防守的行会中的一员 喜耀武朝这边移动着 眼睛却死死盯在那两个卫兵身上 玩家们实在是对这两个卫兵全无防备 哪怕是当卫兵稍转了方向 没朝着地牢口 而是朝这一侧人堆里的黑色食指去的时候 他们全然没当回事 看到卫兵走到跟前 都是主动让着道 喜耀武此时已经看出了 黑色食指是哪个 作为一个会长 其他玩家不由自主的 就以他为中心站成了一个圈子 越接近黑色食指的位置 站位就越显得规矩 而这规矩的中心 伏见而立的 必须就是黑色食指无疑了 已经认清了目标 喜耀武倒不用再紧随着卫兵了 他私下看了看 寻了想合适他突然进击的角度 慢慢地朝着那边移动着 接近 接近 喜耀武紧张地数着两个卫兵和黑色食指之间的距离 而他此时已经洋装路过一般地 踏进了这部分黑色同盟会玩家的圈子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攻击了 喜耀武突然看到两个卫兵整齐划衣的拔剑 突的就是冲锋 一起击向了黑色食指 这一下变故实在太突然了 所有人都没料到这两个NPC会突然发动攻击 甚至是看完NPC拔剑 冲锋一整套的攻击动作之后 所有人仍在怀疑 这两个NPC在干嘛呢 这种出人意料的攻击 除了反映极其变态的人物 又有几人能避过呢 黑色食指很遗憾 没有 他甚至也和其他人一样 在纳闷 这两个NPC卫兵在做什么表演 结果已经被两个NPC卫兵冲锋同时顶住 黑色食指瞬间被冲翻在地 却是没有被冲击飞出去 由此可见 这两个卫兵实力倒是平平 这一下反倒让众人起了疑心 一堆子人 有的叫着有间隙 有的叫着什么人 更有的已经开始进行鉴定术了 卫兵准确无误的系统卫兵 这两个是NPC无疑啊 但是卫兵哪有这么懦弱的 两人一起发起冲锋 只是将玩家冲倒在地 一堆子玩家正准备一拥而上 将两个卫兵结果了 突然有一人大声喊道 东别动手 喊过此时立刻回头 对黑色食指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这一次会啊 对黑色食指 这样的猪独播出 我们现在订阅 的嘴巴